設計師運用寶特瓶回收製成的寶特紗 以黑白塗鴉設計 演繹新一季的潮流服裝 2022大稻辰秋貨季 集結大稻辰布業服裝設計 致意職人的服飾產業鏈 邀請在地服裝品牌 透過大稻辰時光秀 展現SDGS有序新時尚的精神 那這一次我們大稻辰窗一屆區辦理協會的 秋貨季是我們第五屆 那我們這一次的主題是回程 那我們是希望說 大稻辰是一個物質跟消費比較流動的一個地區 但是現在我們世界在講永續環保的這個議題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這邊的消費的行為、形態 可以把這永續經營的概念 所以這次的秋貨季 就加上了這個永續新時尚的概念進來 那這次Gin Garden的黃秀錦設計師 那它就是用這個環保的素材 那以回收的這個材料 它重新作為它的這個布料的概念 在設計回去它的這個作品當中 那這個跟過去我們只是純粹的把這個就一回收 然後又更進一步的在衣服的材料上進行進到一個環保的責任 我們這次還有一個蔡雪妮老師 他當時就是捐給這個石劍的這個旗袍 那非常多的旗袍 這也是舊的旗袍做這個改造 那這個改造的工作其實也是交給這個石劍的補妝學系的師生們來做進行的這個重新改造運作 那因為旗袍這樣的東西也許對現代人來講有一點不見得是能夠去負擔的 但是如果我們把舊的這樣的一個旗袍加以這個改造解體的話 那重新賦予它這個衣服的詮釋 那它在文化跟衣服的意涵上還有不同的一個解讀 活動當天還接連演出島嶼歌謠 包括台灣愛情歌謠 旗袍夜上海 並用音樂致敬義賊料天丁 與說唱藝術國寶楊秀卿老師 以歌聲音樂串聯服裝秀演繹大道成的在地文化 我們剛提到的Gin Garden的黃秀卿老師 那他是用環保的這個衣料去做衣服的這個設計 然後他跟他搭配的就會有個台灣愛情歌謠的陳老師 他的這個琵琶跟著這個帶出我們這樣的一個情境 2022大道成秋貨季11月11號到13號登場 由永樂商圈發展協會主辦的漫步老城市集 11月13號則是在永樂廣場舉辦大道成時光秀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一起回遊大道成 感受大道成的史上魅力 記者臨時會以台北報導 請問了 請問小人多成的史上魅力 以上 感谢观看